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远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中纪委发文,秦刚被策反了,内部消息说得正相反 阿波罗网报道 李克强太惨了,走了之后新华社还来这一首 阿波罗网报道 综合报道,习西窍缺席进博会或不敢去上海 杭州在线不迷飞行物,目击者这次是彩色的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顶之机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一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d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纪委发文,秦刚被策反了,内部消息说得正相反 阿波罗网报道 阿波罗网记者孙对后报道 中国前外长秦刚被罢官的原因,官方一直不肯明告 中纪委日前发文称 涉外干部被策反风险高 文章尽管没有细节,却有明确的指向 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刊出的这篇文章不点具体人民 却针对整个外交战线 观察人士认为,一方面这是禁止秦刚 另一方面也透视出心态索逼的中共领导人 对外界接触面最广的外交官并不信任 文章称,外交领域面临政治风险、廉政风险及管理风险 在政治风险上,要防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不够大位的风险 是泄密即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 文章称,干部出访 驻外期间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能个别存在 八小时外,律己不言 技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风险较高 香港大外宣《新岛日报》周日评论说 前述文章批评的是外事干部 当然也包括外交部 尤其秦刚刚出世 盛传就是在驻外期间碾花惹草 令人联想到剑指秦刚也很正常 但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日前在台湾华市三国演义透露 从中共外交系统听到内部消息 外交部贪腐非常厉害 在一带一路拿了很多回扣 习近平让秦刚去处理 彭丽媛很看好秦刚 外交部怀疑秦刚被培养成习近平接班人 秦刚要一步登天,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就一定要把秦刚弄下来 只要动摇习近平对秦刚的信任就可以了 秦刚自己出轨,肯定不会向习近平汇报 习近平肯定觉得秦刚忠诚有问题,就拿掉了 宋永毅说 因为习近平没有设接班人 中共红朝政治大乱 蔡奇作为大内总管,权力无限膨胀 蔡奇训王毅像训孙子一样 让王毅做检讨,王毅痛哭流涕 李克强太惨了 走了之后,新华社还来这一手 阿波罗网报道 阿波罗网李方报道 新华社2日发表一篇文章 新华社攻坚克南,以名为本 沉痛悼念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前教育部高校司长王赤昌 在微博转发这篇文章到微信 这个链接北京时间6日 美国时间5日流传到北京学者张立凡的X平台 张立凡发现此文已经被新华社删除 并贴了一张新华社删除此文的截图 新华社发的这篇缅怀里的长篇报道 表达了对他的哀悼以及对他在政治、改革、民生等领域的贡献的赞美 他被描述为在公众面前表现的自信、睿智、博学 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则显得平实和亲切 最后文章回顾了李克强在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上的工作 包括在面临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重大考验时的表现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回顾了李克强在政治和改革方面的杰出贡献 以及他对民生和国家发展的关切 有网友留言说 估计有关编辑记者为此废了不少心力 那边告别一事刚结束 这篇报道居然被封了 不知触犯某人哪根神经 还有人说 李克强已成昨日还花 也有网友打开脑洞说 说不定过段时间会把劳理定性反党反革命 另有网友说 这个人从来不存在 从中共历史中抹去了 就像很多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一样 还有人说 一个敢编 一个敢信 习蹊跷缺席进博会或不敢去上海 没得不清不楚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 在遗体火化后 不仅悼念他的所有鲜花被收走 而且相关话题也在媒体上不见了任何踪影 火化后的两天 即11月5日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红桥国际经济论坛在上海召开 中共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中他提到了习近平的自信 大纪元评论员周小辉撰文说 习近平选择了缺席 只给进博会发来了信件 因为通过视频致辞会引起猜疑 毕竟汹涌的大流行病已是过去时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其缺席自己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博览会呢 是嘉宾的级别不够有一点可能 但对于中共而言 撒币请到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总统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不邀请总统 只邀请总理级别的领导人出席 是否已经埋下了习不会出席的伏笔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可能性不大 原本习是要出席的 也有总统级别的领导人受邀参加 但因为习临时变更计划 这些领导人也取消了中国之行 让习临时变更计划的最大原因是李克强没命 官媒称李克强是在上海休息时突发心脏病没的 但官媒的预盖弥彰 以及越来越多的疑点和爆料表明李克强是被心脏病而亡的 据传习手下的蔡奇、何卫东、王小洪均卷入其中 他们在为谁效力呢? 此外李克强死后全国民众的悼念之举 也似乎出习习中央的预料 不管习中央是否愿意承认 李克强之死引发的后效应很严重 除了民众借悼念表达对习的不满外 仍能自伪的党内高官又多少不寒而栗 他们是否会私下酝酿习所不知的行动呢? 习选择不去上海参加进博会 一是可能担心民众引发联想 让自己难堪 二是身边有所谓高人 相信会遇刺的预言的他 可能担心反习力量对自己不利 虽然上海一把手和新上任的武警司令 都是习阵营之人 但江曾派系在上海经营这么多年 谁又能保证不出现什么纰漏呢? 杭州在线不迷飞行物 目击者这次是彩色的 11月2日夜晚 浙江杭州天空中再度出现链状不迷飞行物 被多名目击者拍到 网传视频显示 杭州硝山机场附近的夜空中 出现一排移动的发光体 最初是一颗 逐渐增加到多颗 然后又逐渐消失 今年是第二次看到 就是一颗一颗排成线 然后从后往前变量 它是移动的 大概持续半分钟左右 一名发布视频的目击者说 他还说 这次的发光体和以前看到的不同 这次是彩色的 浙江海尼一名网友也拍到 链状不迷飞行物的图片 许多网友好奇这个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是马斯科星链 但许多网友反驳 这个根本不是星链 星链比这个高 比这个快 比这个小 广西和临下的网友都表示 当天也看到了这个不明发光体 不清楚是什么 很多网友猜测 这可能是UFO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 视频内容是 大才子李克强从政 谴责六四学生 和中共明日之星辞职对比鲜明 为敲门砖铺上红地毯 习近平的机会终于来了 揭秘军与政 爱粗壁语言 凶残危险 韩国人对朝鲜很无知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